今天呢 这部片子非常的特别 因为即将要代表韩国 再度要去奥斯卡国际影片上面轮源 这部片子呢就叫做 南山的部长们 觉得跟南山人受无关 一定要强调一下为什么是南山 南山在韩国政治史上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南山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对于观光客来说 就是大家一定会去南山塔嘛 我看了影片我才想说 哦对哦这个南山就是那个南山 然后那个就是首先破题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个选南山的部长们 这部电影呢 因为呢我们之前就是我在跟麦嫂聊天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说 诶那个就是总统的丑闻的这件事情 好像蛮多电影是这个 是针对这样子的题目来产生的 那不禁就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的邻国韩国 那那个韩国啊就是因为他们除了少数的一两个总统之外 其他的历任总统下野之后呢 都是丑闻缠身 然后都有牢狱之灾 要不然就是死掉自杀或者是被暗杀什么的 那其中呢就是这个普正熙 他最最就是在当中应该是最有被描写的一个一个总统这样子 那南山 他是在位最久的好像 对他是在位最久 他比前面三任都还久 他是第四任 而且其实我回去看了一下就是韩国的历史 他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战后啊就是解职了之后就是李承晚 那李承晚算是美国扶植的一个一个政权 一直到普正熙都是美国扶植的啦 全斗换应该不算美国扶植 不算就是李承晚呢 他基本上就是他是选举 他还是透过选举 但是他就是很坚 他跑去改宪法 对 没有连任限制 对一直连任这样子 那普正熙呢 其实是开启了南韩就是以政变的方式 更替政权 那一直到那个就是 他是韩国第三共和应该要这样说 对 就是第一共和是李承晚 然后第二共和他是一个中间清皇不截的 只有九个月而已 对对对 一个政权 然后呢 普正熙他发动政变之后的1962年的时候 正式掌权 这个是第三共和 然后后来他又经历了第四共和 所以就是 他算是开启了军事政变这样子的路子 那到他的1979年遇刺身亡之后的全斗换 其实也都是不是正常选举出来 应该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全斗换之前包含全斗换都是军人政府 没错 那这个中央情报局 那这个中央情报局呢就是 中央情报部的部长 那所以其实男生的部长们这部片子呢就是 李炳献他所饰演的这个主角 金龟平 那他这是系里的名字 那实际上的真实人物叫做金赛龟 那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当时韩国的情报部的部长 现任的 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去拦截这个前任情报部长的 这个大爆料 然后好不容易呢好说歹说 把他劝下来了 结果后来呢 但他发现了这个 就是这个前任情报部长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就说你知道 有一个东西叫伊阿谷 他就说呢这个普正希呢就角兔有三哭就对了 他其实不信任不信任我 但是也不信任你哦 你是现任的情报部的部长 那他其实有自己的一个秘密的人嘛 专门在帮他处理秘密资金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要提醒这个金龟平要小心普正希就对了 那所以自从他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这个金龟平就开始一身一规 然后他就发现说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那个民众的示威活动 那其实针对这个民众的示威活动 普正希政府的态度就是说 那我就是镇压就好了啊 我就坦克开过去就好了啊 那其实在这样子的高压的手法的这个意见 大多是他的那个警卫市长提出来的 就是普正希的警卫市长提出来的 他就觉得很吃味 然后呢又觉得说这些手法实在是非常的野蛮 所以他就开始想说自己搞另外一番事业这样子 其实要强调一下里面有蛮多影地的 因为这几个影地都非常的厉害 例如说我注意到是扮演普正希的那个是李盛民 那李盛民就是之前最近作品就是叫做明明会说话 然后这个那时候对他印象是非常的搞笑白蓝 然后他在这边就是非常的义正词言 演一个军事强人让我觉得还蛮ㄎㄧㄤ的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叛逃的部长 那那个是郭渡源 大家如果有看韩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烧脑电影叫做哭声 他就是里面那个悲情的警察爸爸这样 再加上呢一定要提到超级厉害的李炳线 因为李炳线这次呢他因为扮演这个角色呢 又开始横扫千军拿下韩国所有的大奖了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横扫千军的女演员呢 就是82年生的那个金智英 郑游美啦郑游美的翻译啦 对对对所以几乎只要是影帝影后 就是这两个包办去了 其实因为我刚刚看到他那个提名名单 怎么又是全路也好像每年都有他 因为他那个叫做什么 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野兽们 那个片子也非常厉害 就是意外发现一笔钱 然后大家都为那个钱在勾心斗角 有点像是现代版的闲路雾镜的感觉 谁碰到那笔钱谁都随小 所以我觉得南山的部长们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原来 韩国是那么惨烈的一个政权的决斗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讲说 可能就是因为清华台的风水很烂 所以几乎大家都是下场很凄惨 但是只有为二两个人不凄惨 两个金 就是金永山跟金大宗 那他们那时候其实韩国是有三金的 第三金没有当总统啦 但是那时候都是算是民主派的 然后是反对党 都是反对蒲正熙政权 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前后任的总统 但这两个人是有善终 但当然还是有一些什么收贿啦 小丑闻 没有造成他们比如说像 卢武轩就要去自杀啦 或者说比如说像那个李明博 现在就是被起诉了嘛 那跟别人讲蒲正熙的女儿 那就超凄惨的 其实我觉得蒲警惠就应该只是蠢而已 但是你要说他有很大的弊案嘛 但真的做的不是他 是他的闺蜜 所以他应该算是就悲情吧 但是那时候他当年选上 大家也是蛮诧异的 尤其是像我们 我们就看到说 他阴间不远 极权领袖的后代又可以当选 想说如果台北市又选出来某个姓奖了 这就实在太可怕了 好但是你要去想说 其实那时候普正熙一个关键的重要角色是 他稳定了韩国的经济 对 他是汉江经济奇迹 汉江奇迹 然后呢他在位呢 就是从1962年正式掌权 然后到1979年 那其实是很就是就是在 我们说在位最久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世界各国经济因为都在战后 所以大概60年代到70年代都是在起飞的状态 没错对 那个同时间其实就是对应到台湾的话 就是蒋介石的情节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行政院长是蒋经国嘛 没错 然后那时候还有那个 哎 几个经济上面非常强的人谁啊 对 李国鼎这些啦 没错对对对 好那再来回到我们电影本身 电影本身是在讲 普正熙遇刺前40天的事情 那这40天发生了非常多重要的大事 例如说两个部长修台啦 这两个部长其实在政变的时候 他们是患难真情的 而且呢 那时候叛逃的那位部长 就是在讲郭都元扮演的那个角色 那个部长那些名字 本人的名字 不好意思 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因为他其实在剧中的角色都有换过名字 但是因为那是韩文翻译的 所以我们就尽量还原那个声音 名字听起来都差不多 大家知道是哪一位就好了 他这个前中情局的局长叫做普永格 在戏里头的名字 那现实中呢 叫做金炯旭 金炯旭对 好金炯旭呢 其实他现在的去向不明喔 但是后来在05年的时候 有一位 应该是 他是被抓起来是不是 也是判国罪的 反正就是秘密证人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选择攻出来说 他那时候就是被这个暗杀普正熙的这个凶手 就是这个金部长派人下令去法国 把他又杀在法国的一个鸡舍里面 然后就绞碎了 所以尸体都找不到了 他是05年时候才在回忆录讲这段 在电影里面呢 这段非常的恐怖 我觉得是应该是全片的第一个高潮吧 因为那时候郭渡元呢 他这个角色就是一开始傻乎乎的 就去巴黎读个拨摸个小牌 没有想到呢 诶 竟然转瞬之间就被绑架到车上去了 而且他还蛮勇猛的 他没有束手就擒 但是最后还是不幸在路上被截杀了 所以这一段经历呢 后来 可以看得出来 李炳线的这个角色就是暗杀总统的这个凶手 他非常的惊慌 最后也是很无奈 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朋友已经很尽力了 都把回忆录原稿都交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被出版了 我在想说这个出版的人应该是谁啊 是不是总统故意的 因为他没有交代是谁把他出版的 然后总统就超火的一把丢在他脸上 因为其实啊 我们在这个戏的一开始就看到三股势力 一个是这个主角李炳线 金再奎的这个角色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警卫市长 那他算是就是算是普正希的亲信 他的火啊 对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看不到的就是 一开始那个前情报部长跟他讲的 所谓的伊亚古 那在这个系里头是都没有出现的 但是普正希就是除了警卫市长之外 他还有第三个消息来源就对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那个伊亚古做的呢 不得而知 那他其实 可是我觉得他在暗示那个伊亚古是全斗换 因为全斗换马上就可以去开那个金库 把钱都搬走了 所以有可能是他 因为他也算是美国支持的啦 他不算 没有耶 其实后来他有讲 一开始美国人是看他可以稳定 所以是有支持他 他好像 因为他那时候也比较年轻嘛 可是后来就发生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就光州事件 美国才放弃他的 可是那样子也很快啊 因为你看1979年 普正希遇刺 光州1980就发生了 隔年啊 对啊 所以美国那时候就在世界各国搞暗杀嘛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应该我们只能说 美国感觉不喜欢普正希 想要把普正希换掉 因为本来李承晚就是美国支持的嘛 然后结果普正希居然用居士政变的方法 把他那个 把他弄掉了 对 所以应该是说 美国不喜欢普正希 不喜欢普正希 我有去查很多原因 就是最主要那时候美国 他们极力请销他们的农产品 然后韩国其实他们希望自己经济可以自立 所以他不需要拿美国那么多的物资 然后就翻脸了 其实那时候同样的台湾也有发生类似的事 因为那时候其实蒋介石政权 美国已经很唾弃了 然后杜鲁门一天到晚骂 他说又要来要钱 又要来要钱 我们要卖你们什么东西 你们都要欠东西都还要杀价 但是问题是来来跟我们要钱 那是蛮慷慨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像这些东亚国家都有类似跟美国之间又爱又恨的情仇关系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普正希他自己任命下台都不会有这样的下场 就偏偏他惊到最后一刻 逼得他的亲信要出手杀他 但是那时候要出手杀他的时候 他也是天然交战的 因为总统又爱他又恨他 然后又没事要酸他 然后再加上跟他那个郭市长 那也是化名过的 之间的一些那个算是酸言酸语啊 然后还公开羞辱啊 种种情节后来后事蛮多人去分析 可能就是因为真宠啦 讲到真宠就讲到两年前的部电影 安妮女王是不是 对安妮女王 但是我觉得男人之间的真宠是更惨烈的 女人之间还不至于这样搞暗杀啊 什么什么非你死我活不可 因为至少安妮女王那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看近代的韩国就是这样 就你死我活了 然后当然这个电影其实是有点美化杀手的动机啊 讲得很壮烈啊 然后他说我绝对不是个人要升官 绝对不是个人要当总统啊 为了民族主义 对但是问题是说 在韩国想要当总统的话 你一定要名望嘛 你没有名望你要有军队 但看得出来这个金部长有军队或是名望吗 并没有 因为他后来还是要 比如说他暗杀完之后 他决定要去哪里 去陆军 还是回去他的南山 南山还是在跟机嘛 可是他决定了转弯转去陆军 然后马上就被逮捕了 然后很快的拳头犯上台来 就直接判绞刑了 没错 所以根本也没什么机会公开审判 他们处心胜坏耶 没有啊 因为他基本上人张巨货嘛 能怎么说咧 尤其他另外两个还帮他咧 那两个马上就招任了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看这部电影 可以看的几个重点 我们帮大家勾计一下好了 你说咧 你觉得有哪些重点 我觉得我其实看完这部片子之后 觉得他果然不愧是 韩国冲澳的一部电影 作品 对 因为我觉得 这个我其实也常常在跟那个 麦嫂讲 就是 我觉得韩国的电影啊 都有很分明的好人跟坏人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呢 因为他集中描写了这一个 金载奎部长 他的心路历程 所以你会觉得说 虽然没错 蒲正希他还是坏人 然后呢 他的这个警卫市长还是坏人 但是你就看 这个决定暗杀他的这个人 他虽然蛮口人意道的 说什么民主啊什么东西的 可是问题是他的动机是不是那么单纯 其实也不单纯 他自己也是一个 也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蒲正希不是还说吗 说这个人连自己的朋友都杀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也 我觉得演就是 李炳县演这个角色演得很好 就是他把那个人的那种模糊 道德上面的模糊 有演出来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比较少在韩国电影里头看到的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他是不是有一些导果为因啊 因为他好像最主要的重点 他是认为那些示威抗议的群众 蒲正希决定 就是用坦克车碾过去就好 他说碾死一百两百 没关系你就碾 然后这个金部长认为说 这种事怎么可以做 他说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搞革命 所以他那时候就用这个的理由 他说非载掉不可 要不然隔天他要下令 他碾过那些示威抗议的人 甚至于他认为他拔掉金永三 反对党隔魁的那个 作为是不对的 用这个也是一个争执 那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他已经要跟总统对呛了 何必杀朋友 他可以引导他朋友躲掉就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倒果为因 所以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 当然那个 这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金再奎他行凶的动机 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在那个历史上来说 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文件显示出来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有各种的原因 那这部片子等于是 把所有的原因都演给你看 而且是我觉得合理化他的动机 因为听说是 那个蒲警惠的弟弟很不爽 他认为说这剧本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有争论的啦 对那个其实 其实就是我自己看 我先说我自己看的感觉 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去杀他那个朋友 那个前情报部长 可是其实你知道警卫市长早就已经安排好 要杀他了啊 对不对 他等于是 他们等于是半路把那个 要不要结下来了 把那个前情报部长拦截了 然后但是他拦截不是要救他 拦截是要干掉他 那他本来是 那个前情报部长就是很天真的以为说 哦他要举世了 就是那个金载鬼要举世了 所以呢 他是我们这边的人 他相信了 而且还跟那个女生一起进来 就是就是想说 哦我们都是这边 我们要举世了 我们要革命了 这样子要把普正希干掉了 他都一直这样子相信 结果没想到 其实他们把他拦截掉 是自己要干掉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 输成的方法 他因为他觉得普正希已经对他起疑心 他非常害怕这件事情 所以他要好像立一个攻击 说人是我干掉的 我觉得啦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 就是他等于是说 不是警卫市长 不是我 我觉得那种感觉 对那那你讲有可能原因之一 但是我觉得是弄巧成拙 因为他认为他输成之后 还会赢得信任 但根本就不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弄巧成拙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也不是弄巧成拙 就是说呢 信任这种东西是 一旦他不再相信你 一旦你的主管不再相信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输成也没有用 而且那个 他灵力心知肚明啊 但他最后是搞成什么 失踪耶 失踪就也没有死不见失啊 那你到底把人弄成怎样 你也不够我讲清楚 而且我觉得还蛮大胆的 他是他有他摩萨德哦 他跑去人家国家境内去杀自己一个叛逃的人 这种做法现在应该只有北韩进正恩做得出来吧 唉 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那个勾心斗角 后来影响了未来五十多年的世界各国的政权 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是有琢磨多深 因为其实我看了蛮多韩国大片的 几乎都有美国人的角色在里面 白头三啊钢铁鱼啊通通都有 然后再加上呢这几个演员其实都有跟外国合作过的经验 没错对 然后而且都可以超很流利的美语 美式英语啊再讲美语 但是我觉得今天看李炳宪这个角色其实 嗯你个人分享你是同情他呢 还是厌恶他还是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没有我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触 我也不会特别的同情他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非常的有趣 就是如果他没有把普正希干掉的话 这件事情会怎么收藏 我觉得搞不好 应该肯是美国人叫我把它干掉 对搞不好美国人还是会出手 因为美国人在那时候7080年代已经杀掉好多世界各国的领袖 然后绝大多数都是拉丁美洲的 所以呃远渡亚洲来干掉领袖还没有过欸 而且我觉得 他可能就是第一人哦 嗯我觉得可能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其实他在亚洲这边也还是留下一些痕迹嘛 他可能没有暗杀成功 但是他还是留下一些干政的守恒嘛 那比如说像那个 菲律宾 菲律宾其实台湾也有啊 台湾也有啊 对啊 那个我们我们可以改日再说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很有趣就是 呃其实那个静在归啊 他的立场跟美国你不觉得有一点像吗 就说美国那个时候他都是一直说什么民主啊 普世价值啊巴拉巴拉 然后就是用民主对抗当时的共产嘛 这就是冷战的局势嘛 但是他实际上是用这种手法 用各种各种台面下的手法去操控各国的政治的 所以就是你看他满口仁义道德说什么不可以用坦克压人民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美国的那个大使就跟金在归讲说 奥特普正系就是奥特 你看那个一个国家的那个就是情报部居然可以对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子指手画脚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啦 就是说我们在当我们在看美国的时候也不是他虽然是民主民主的国家 可是好像也不能也不能就是把他看成是很单面向的好人啊 对啊 就把他护了都在听他们的算 是对 你要想象在骂中国的一带一路那时候美国不是也这样吗 那其实我们在另外节目可能会讨论分秒必争 那时候就开始提到IMF这些有钱的国家是怎么对待那些经济出问题的国家 就是强取豪夺嘛 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啦 只是南山的部长们他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做 然后甚至于还原现场我觉得蛮勇敢的 因为反正韩国电影一向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李品县扮演这样的角色 可以把这个电影带进奥斯卡可以在第二度轮源 我觉得那就是很棒的成就了 所以未来真的韩国电影其他国家很难超越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 就是说那个我们不是讨论到凤俊浩的骇人怪物吗 那里面其实就有反美的思想 有啊凤俊浩议很多啊 对可是问题是说问题是说那个男生的部长们 他就是他是很直接的演出来了 就是美国在这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但我觉得呢因为寄生上流已经拿到最高荣誉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韩国人就是有点放开来 就是像这种东西他们也敢拿去也敢拿去参加奥斯卡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点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在看了这部片子之后 我接下来看另外一部电影叫摇滚七零年代 那个也是他的背景就是说 就是反正就是社会戒严啊 你太过迷乱的那个娱乐是不可以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群人就唱摇滚乐 然后就是都披头散发啊然后抽烟吸大麻什么之类的 那那个也是在普正熙的任内 他们就是下令就是说要肃清 就是我们社会风气要清醒什么的 所以那些人都被抓去然后剪头发 强迫剪头发这样子 那那个就很有趣就是 因为普正熙他到后来已经是 已经是独裁就走向独裁集权的统治 所以像这些娱乐圈的人也都是被也都被管制 然后后来他的女儿当总统的时候 应该是说从李明博开始啊 那李明博跟普景会是同一个事例出来的嘛 那就是从李明博跟普景会的任内开始 有一件事情就是韩国演艺圈的黑名单 对那个黑名单就包括我们说的什么三头马车那些人 全部都在里面 那可能也包括这些喜欢 喜欢拍这种政治电影的导演在内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 普家的这个政权 他们其实跟那个韩国的电影圈的这些人 这些创作的人简直就是根本就是 天敌啦 没错 他们根本就对着干这样子 没问题啊 可是你要想说跟他们对着干的这些人 背后的钱都是拿财团的钱 所以到底是谁在跟谁对着干 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政权支持 不会有财团那么嚣张 然后财团像三星这些再拿钱出来资助大家拍电影 你不觉得这好像 你知道吗 怎么讲 车车车车车 好 那因为其实我们这一集呢 素材蛮多的 我们就用这个片子叫南山的部长们 是今年二月多在台湾上映的吧 我记得是上半年了 所以说现在在一些串流平台合法的管道都可以看到了 希望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完整版 那再来也希望说他有展获啦 那顺便大家就可以回顾一下后来 蒲警惠上台之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所以他才会半路给人家赶下台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纪录片 就是在讲四月号 那四月号在两年前有个剧情片叫没有你的生日 麦嫂个人是看过的 甚至于蒲警惠跟蒲正熙他们妇女之间对韩国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后来也有一个鬼片叫做鬼病院 灵异直播 麦嫂也有看 我是鼓气勇气去看的 当然我是快速版 因为那部电影号称那一年就是会让你吓到尿裤子 我真的把它看完了 里面有非常多的影域 都是在讲蒲警惠啊四月号啊 然后他爸爸蒲正熙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喜不喜欢韩国这个国家 了不了解他的历史跟他的政治 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南山的部长们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然后艺术成就很高的一部电影 那今天就是麦嫂俱乐部推荐给大家 我是麦嫂 我是Luca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